哈啰 各位現場 哈啰 PCB SHOP LIVE TV 是的 是的 今天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這個PCB SHOP LIVE TV 那麼呢 今天很開心 在我們的這個TPCA SHOP 2018年 我們第一間訪問的就是擁有50年喔 這一個老資格的很大的 也是我們的這個國際性產業的 華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那現在我們在的這個攤位呢 就是在我們的J915 首先今天很開心 在我們第一場的訪談當中 我們邀請到了蔡肯唐協理 首先請蔡協理跟大家打算招呼好嗎 哈囉 LIVE TV的新進朋友大家好 我是華麗公司蔡肯唐 跟大家問好 是的 其實呢 剛剛有跟蔡協理在聊天喔 我覺得蔡協理剛剛講了很多很多 大家一定都很想知道的一些消息 比如說像是我們剛剛有跟大家聊一下 我們華麗公司呢 成立於這個1968年 那麼其實華麗公司它的這個品項 跟我們的這個事業群非常的豐富 我們首先請蔡協理先簡單的跟我們介紹一下 在華麗呢 我們有什麼樣子的事業題好嗎 OK 我們華麗公司是一個多全方位的代理商 橫廣的產業有半導體封裝測試 以及綠能光電 先端顯示器 而且電子鉤裝 還有高機能工業工程塑料的事業部 是 這些五大事業體系在我們公司裡面佔有相當營收的比重 是 那麼其實以前呢 這個華麗在1980年開始 我們是材料同路對不對 後來我們就漸漸的有了這個 這個剛才提醒了也有說我們是上下垂直整合非常完整的一個企業 是 所以呢從一直到以前的這個材料通路啊 後到現在我們有設備跟生產我們的產品對不對 那我可以請教一下 就是在今年的這個展覽當中 我們華麗呢有什麼樣子的一些特色 想要在現場帶給大家的嗎 OK 我們華麗公司在今 從1968年到現在已經有50週年的意思 我們經營在PCV的產業也有40年的服務經驗 我們經銷的材料跟設備 在PCV一界都相當深做好評 那我們的 首先我們這邊材料部分呢 我們有PCV最核心的材料的銅箔基板 包括有High-DG Low-DK的銅箔基板材 以及軟硬結合板壓核用的LogPro PP 還有高頻高速傳輸用的軟性液晶薄膜的銅箔基板 還有類載板用的高階的HDA所用的類載板載板 以及IC載板等等 這些充分的完整的產品線 足以提供國內的TCV的產業 可以做各種TCV的開發做選項 那在黃光式的影像轉移製程裡面 我們有高解析的肝膜光組 以及多層壓核的製程裡面 也有高塑膠性的離析膜 以及耐高溫的鐵夫輪的薄膜 在電鍍的製程中 也有原物料的零銅球 氧化純銅塊以及氧化銅粉 以及在設備的部分 也有紅光式的核心設備 曝光設備 以及PCV的高精密度的CCT對位的檢磨邊 還有外觀檢查2D跟3D的檢查設備 這些產品都是在我們今年的展出的亮點 是 其實剛才大家也有聽到我們的菜協力跟我們分享的產品 可以說我們華麗企業它的產品性相當的廣 而且很全面 那麼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很想要知道說 既然我們有這麼多的品項 那麼在設備或者是在一些原料上面 也都有很棒的選擇性 那麼想要請教一下是我們的核心產品 在這個產業當中我們華麗的競爭力在哪裡 我們華麗公司一向代理國內外知名產品 各位看到我店面都是我們長期合作的廠商 這些對不對 對 就是這些 對 比如說日本蓄化成ASAI KASAI的鋼膜光組 以及Panasonic松下銅箔機板 還有日本ORC的曝光設備 還有日本Smitomo Backlight的迷行膜 還有AGC日本蓄膠紙的佛塑離行鋼膜 還有Kulare的LCD液晶鋼膜 以及國內大展大延的靈銅球 純銅塊液氧化銅粉等等 這些產品在國內都有相當高的市占率 也就是我們的核心產品 以這些大廠的研發能力在產品的穩定度 再加上他們每年都有創新的開發的創新藍圖 配合我們營業的專業人員 共同在VPCB這產業的共進心力 那也配合我們國內的產業先進 深耕大陸的市場 以及延伸東南亞的市場 這幾年來我們成功的建立了海外整個亞代PG的服務祭典 不管是台灣大陸還有東南亞 我們成功的拓展了我們的行銷版圖跟混購的祭典 這就是我們的核心的競爭力 是 那麼剛才呢剛剛我們有聽到的這個蔡協里 有跟大家說了我們的競爭力 其實我們在各個各大的國家也都有我們的產品 那麼現在呢在這個展其實今年很流行的一個話題 也是現在我們政府大AI推展就是AI跟5G 其實它從AI跟5G的出現我們可以了解到 我們的科技突然變得非常的快速 進展的是我們真的是快速到大家 你只要一不留神 我們的這個大家就會開始超越我們之前的一些製程等等 那麼在這個5G跟AI產業當中 我覺得像華麗我們既然已經有這麼完備的這個產品線 包括我們的這個設備 那麼在這一塊的研發上 那麼華麗有沒有什麼樣子的調整 然後因應我們非常速度快速的5G跟AI 是 OK 5G的高效能的網路的連線功能 對AI有相當的幫助 它不會讓一個單一個設備在雲端做運算 那5G跟AI的結合對於設備的智能 越來越智能化 而且在訊息的傳遞也更加的完整 我們華麗公司本身都是一個多元化的代理商 我們橫掛的產業有半導體封裝 以及先進顯示器 以及綠能光電 以及高晶能工程材料 那我們公司長期以來就擅長經營在上架垂直整合 平面展開 對於5G 在未來的5G AI各發展的平台上 我們其實有做了最完整的準備 不管是製造跟帶領相受商工程的開發 我們都有建立了最好的發展平台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在5G的發展狀態之下 你協力對這個市場這麼了解 那你可以跟我們聊聊 就是5G可以帶領我們台灣在這個產業當中 有什麼樣子的效益 5G的通訊設備 還有行動終端載具 還有車用 以及高解析的面板 對於高頻高速傳輸第一損耗的材料的需求 將會更多元化 那我們依據產業的預期調查 在2022年將會有85億美元的產值 預期在這整個PCB的產值的 將近有12%之高 那很高耶 對 所以我們也預期將來的 5G帶來的高頻材料 將會有更大的成長空間 是 那麼其實我們剛剛聽到是遠景部分對不對 就這個呢 協力這麼專業的角度來看 你覺得如果對台灣的這個產業來說 我們未來遠景呢 我們大家都是可以期待的 只事可待 那麼如果對台灣來說 它的挑戰是什麼 我們的這個產業的挑戰 有沒有一些 蠻有挑戰性的地方 是的 5G AI所帶來的效益 就是在高階的伺服器的需求 將會有機會站到新的高點 那台灣呢 對於高階的伺服器本身 就有相當深根蒂固的製造技術能力跟基礎 加上國際間的網通媒體 以及搜尋網站 對於台灣 更加強對於台灣的高階伺服器 都納入重要的供應鏈夥伴 是 所以台灣的未來在高階伺服器的成長動能上 我們是可以期待 是 會有更大幅的正面成長 是 所以呢其實我相信 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我覺得我們的PCB的產業 絕對會在未來 我們都已經站穩腳步了 是 指日可待 我們的成功指日可待 是 對那麼今天真的很開心 可以邀請到我們的協力友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我們華麗呢 在上下垂直整合的各個面向 包括產品啊設備 還有我們5G跟AI未來的一個藍圖 那我們在這邊呢 首先要先恭喜我們的這個華麗友 在這麼開展對不對 是 我相信呢今天很開心 在第一場就可以邀到協力 那麼也希望呢 在這次展覽當中 我們華麗也都可以擁有很棒很棒的 這個展場的這個效果 然後呢也有很棒的客戶 那我們當然也祝我們華麗呢 能夠展出成功喔 順利圓滿 謝謝 好的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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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